我們知道 騙人啊 要有人被騙 時間的關係 那個說明太冗長了 你把 重點 所有的做法 你們打炸國家隊的重點做法 告訴我們就好了 我們要的是 有沒有成像 好啦 你用那個說面說明 說面說明 我不太了解 我在司法委員會都是 委員問怎麼這個主席 好啦 我現在因為 你講的太多 你講的太多 你現在時間已經到了 把你應該有的作為做好 現在請回 時間到了請回 我跟你講請回 請回 請回 不是你主席叫我上來就上來 請回 請回 什麼叫主席 來就是主席讓你回答 請回 讓你回去就回去了 怎麼會不是主席 你知道嗎 請回 用書面報告 做好你的事情 做好你的事情 在司法委員會講了那麼久 做不好 你還在這裡講什麼 這是委員 是 回去了啦 要不要去專案小組 或者是有一些 不要不是只有打炸國家隊啊 什麼都是國家隊 打炸國家隊 如果成 你沒有成績的話 都是口號而已嘛 你們到底有沒有專案辦公室 如何解決問題 現在面臨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你們最第一個要解決的是什麼問題 防務部先回答 警政署 謝謝委員的提問 不是只有打炸 我們知道 騙人啊 要有人被騙 也就是說施炸跟被害人之間 所以我們是 不要被騙 手法翻新的太快啦 那翻來翻去 大家都知道 所以我們不是只有 你天天都在變啦 我是覺得你一個原則啦 我是覺得 法務部針對打炸國家隊 真的要想辦法 論事是不是用重點 或其他的方式來做一個 不要把台灣變成一個悲慘事件 那個很可怕 對不對 我們到柬埔寨 那麼多年輕人 為了賺錢 找不到工作到柬埔寨去 我們屏東原住民還有很多 還有沒有回來的還很多 所以我是覺得 政府要重視這個問題 槍擊槍 那個魯人的問題 槍擊的問題 這樣沉住不窮的話 台灣本來是資安很好的國家 現在搞的這個樣子 我是覺得防務部也好 警政署也好 都要用心的去如何來解決這些問題 當然你說宣導啦 怎麼宣導他們出城不心呢 嚇死人了 昨天我才接到一通電話 打電話說 姑姑我是你的侄子 我說你是誰 你是哪一個誰的小孩子 他說 我叫你姑姑的 你還不認識我 我搞不清楚 結果朋友跟我講 那個就是詐騙電話 他們出城 從過去我們真的把案例拿出來 一大堆案例出城不心 真的你防不勝防 但是呢 你們如果能有方法 包括用重點的方式來處理的話 難道沒有成效嗎 我稍微簡要的講一下 因為委員時間有限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最近 其實有一點 就像剛剛委員講的一樣 我們幾乎多招的人 還有一些退休老師 這些他的那個智慧不低啊 不低啊 但是還是都被騙 交友網站一大堆人家也在跟我講 一輩子的一個攤位啊 那就幾百萬啊 一下子就被騙了 然後他一開始接到電話 他也說 嗯 就好像詐騙集團 結果喔 他說我去問我老婆看看 他說你不要問你老婆 我現在喔 給你寶貴的一個機會 你不要問你老婆 你問老婆就來不及了 所以 委員你看我們 我們現在民間 這麼多的管道 你看國際 時間的關係 你那個說明太冗長了 你把重點 你們打炸國家隊的重點做法 告訴我們就好了 如果願意給我們機會說明 我就多說一點 你用那個說明說明 說明說明 讓所有的全國民眾知道 因為照片一直 成途不窮 一直在發生 這個不是辦法 我不太了解 我在司法委員會 都是委員問怎麼這個主席 跟委員一起在問 好啦我現在因為實際上關心 會打炸國家隊你們做法 為什麼主席跟委員 我到底要回答哪一個 不是 現在時間上關係 我也希望你回答 沒有 我不想耽誤其他委員的問題 剛剛法務部在回答 委員的問題 那主席 我不知道說 他是要我回答什麼問題 剛剛啊 請主席 跟我們明示 你的說法太冗藏 你的說法太冗藏 你在司法委員會 講了那麼多 我們的詐騙案還是層出不窮 我們還是有很多國人 在國外回不來 你們到底做了什麼 不是來形容 你不要去告訴你老婆 你講的太多 你講的太多 你現在時間已經到了 把你應該有的作為做好 現在請回 時間到了請回 我跟你講 請回 順便給委員 謝謝請回 不是 不是你主席叫我上來就上來 叫我醒來 請回 你沒有錢 什麼叫主席 來就是主席讓你回答 請回 讓你回去就回去 怎麼會不是主席叫你上台 就上台 不上台就不上台 現在是委員執行 因為委員就是 我執行也是聽主席的 時間到了你知道嗎 時間到了 你知道嗎 請回 用書面報告 做好你的事情 做好你的事情 在司法委員會講了那麼久 做不好 你還在這裡講什麼 我尊重主席 這是聽眾主席 你不知道開會是要尊重主席 做什麼官員 不要尊重官員 你這是委員 你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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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尊重委員會好不好 我尊重提書面 你還在 做得那麼差還敢在這裡講 有些睡眠問題的話 可以來試試看 我往往推出的這個夢夢水 睡前30分鐘喝上一包 就可以讓大家清爽無負擔 告訴大家在哪裡購買 這個地方有我們QR Call 掃描一下就可以到快點購網站上頭來購買 這裡有我的推薦代碼 CTI321要請大家多多支持